白衣蓝裤 而客场作战的全舰队 是身穿红色的比赛战袍 我们的比赛是由中华老四号灯塔涂料 冠名播出的天津太达中超赛事的转播 按照惯例 双方球员列队完毕 还是要先进行奏唱国歌的仪式 双方球员列队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国歌已经演奏完毕 比赛即将开始 今天在水滴前方的演播室 我们继续地邀请到了高层高手 和我们初一起为各位介绍今天的比赛 高层很好 您好 大家好 那么在本轮比赛之前 在本赛季的前两轮 太达队是一拼一副 进了一个球 丢了两个球 目前积一分 在及时的积分榜是排名第12位 而全界队在前两轮比赛是一胜一副 进了五个球 丢了两个球 积三分 在这场比赛之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八位 今天 太达队的首发情况和上一轮 联赛客场临敌赋于横南建业的比赛 施地克是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 赵英杰是换下了上一场比赛 吃到红牌的赵鹏略 而外援方面 今天用阿琪姆棚换下了 巴西的前锋乔纳森 这场比赛也是阿琪姆棚本赛的第一次 为太达队登场亮相 另外的球员是没有变化的门将依然是杜嘉 后防线人还包括巴斯连斯 邱天一 以及是白岳峰 另外在其他位置上还包括了买提江 米克尔 惠加康 还有李元一 而今天比赛的主下半是张磊 全舰队的首发 这场比赛和他们在起见以前 在这个场地上面 4比2战胜全北现代的亚冠联赛 小组赛相比呢 只做出了一个人员的变化 就是用38号松可 换下了韩国的外援全竞员 门将还是1号队长张璐 在后卫线上 18号张成 25号米浩伦是两个边后卫 中卫是3号王杰和4号刘一鸣 在中场包括了赵旭日 维特赛尔 以及是王永破 封先生们则是帕托和莫德斯特 今天全舰队这边 把自己的阵型 保罗索萨又重新 从亚冠的3号位 改变成了4号位 这个赛季算上亚冠 保罗索萨已经带领全舰队 打了7场比赛 全舰队拿到了4场胜利 另外打平了一场 输了两场 而这场比赛 由于施利利克先生 在上一轮打河南的比赛之后 被主裁判认定有 挑战主裁判权威的行为 这场比赛是遭到了 停赛的处罚 不能够出现在教练席上 所以今天是由助理教练 齐忠亮坐在教练席上 来指挥比赛 阿基姆彭在上赛季的 第二回合天津得比 当时面对全舰队 是打进两球 而帕托 在上赛季的两回合 在天津得比 他都有进球 这场比赛 也看一看两位前锋状态如何 上赛比赛首先是由太达队来开球 这边开球前 主裁判张雷在和自己的助手 可能是有一点事情要沟通 他示意队员们先热衣热身 这可能是不是在等待 视频助理裁判那边 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现在比赛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场比赛也是本轮的焦点大战 这赛季的中超联赛前三轮 每一轮比赛都有得比战的上演 本赛季中超的16支球队当中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这四个城市各有两支球队 占了半壁江山 现在主裁判应该还是在等待着 是不是视频助理裁判那边 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调试 所以现在还没有开球 双方的球员都在进行着热身 确实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 因为昨天天津刚刚下了一阵雪 好了 随着主裁判张雷的一声哨响 各位现在收看到的是天使鲤鱼 正在为您带来的2018赛季 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第三轮的这场焦点之战 这是本赛季第一回合的天津得比 也是中超联赛的第三次天津得比 天津泰达在主场水滴对阵天津拳舰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 场上身穿白衣狼裤的泰达队 上半场比赛是从左支右攻 而身穿红色战袍的天津拳舰队 上半场比赛从右支左攻 这场比赛高墙高指和银出 在前方为各位送上直播的评述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 对中场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今天全舰队 它排除是三叉戟 维特赛尔 莫里斯特和帕托 这个攻击力是非常恐怖 再加上赵区和孙可的这种辅佐 但是他今天在四个后卫是本土球员 没有全禁员 我们看到今天对于阿提姆棚 应该是有机会 再加上惠家康 应该是说太达队是排除了双快的这么一个前方 今天对于赵英杰能够在这么重要的比赛打前腰 也是对赵英杰的能力的一个考验 现在看这次 维特赛尔把球传到异测的时候 这个球已经在空中出了底线 维特赛尔也是比利时国家队的现役国脚 应该不出意外 将会随比利时队征战今年夏天的俄罗斯世界杯 这场比赛也是阿提姆棚本赛季第一次 在联赛里面登场 前面的两轮比赛在外援的选择上 施利利克都是用了巴斯蒂安斯米克尔和乔纳森的中轴线的三名外援 而今天由于上赛季阿提姆棚在与全禁员的比赛里面表现出色 所以这可能也是德国老帅赵方抓药的一种排兵步骤的方式 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队都排出了 各排出一名U23的球员 是 另外你还有两个U23球员在T5名南门中 再加上一个守仁员预留 那都能够轻易换 所以在人员的调整上 今天也看两个队的教练的功力 但是今天施利利克由于上一轮比赛受罚 所以今天他没办法指挥比赛 但是他是遥控啊 回给门将张璐 张璐一个大脚把球再开到中场 双方在上赛季的两次交手 都是在自己的主场获胜了 全舰队在第一回合 当时在海河教育员体育场 是3比0大胜天天天拉 那场比赛正达伦梅卡尔度 帕托几城天花 而在第二回合 在这个场地 泰达队当时也是4比1 竞胜了全舰队三球 那场比赛阿奇姆鹏梅卡尔度 另外李源夜又进球 而全舰队这边 还是由帕托打进了 挽回颜面的进球 所以双方在上赛季的两回合 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看看这个赛季的天天得比 又会图写怎样的剧本 泰达队今天排出 是应该说是一个防反的阵子 阿奇姆鹏和贵家康 阿奇姆鹏从位置上看 他应该是打送风 但是我们觉得呢 今天他排出这个阵型 是一个无风的阵型 刚才是邱天一 在带球的过程当中漫不经心 被莫德斯的把球断下 而这边高家润的铲球出现了犯规 被主赛办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这个球高家润的下铲 确实有些鲁莽 铲翻了帕托 这个赛季全舰队各项赛事 7场比赛进了18个球 而莫德斯的和帕托两个人合力 包办了其中的10个进球 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全舰队 在攻击端的两个天王级别的人物 也是大腿级别的人物 这个位置全舰队是可以直接打的 帕托和王武破都站在球的后面 看来这球是要交给帕托了 对 这个是30米开外 这种远距离他射门呢 那就是大腿啊 带动小头摆动呢 以这个大腿力量为主 看看他吃球的部位怎么样 距离球门大概在28米左右的样子 看看这次全舰队的任一球 怕托 绕过人墙 这个球被杜佳扑出了底线 球速不是太快 虽然这个杜佳上一场不经意丢掉了这么一个球 但是今天呢 主教练还是给他机会 是 这样对这个杜佳这个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次开场之后全舰队的第一个脚球 交给王普来处理 比赛的第五分钟 王普的脚球给到出路 由于全舰队这边有莫德斯特这个高点 所以在定位球脚球的战术里面 全舰队是很有威胁的 这个赛季在两轮比赛过后啊 全舰队是通过两次脚球碰碰得分 和恒大队是并列 通过脚球得分最多的球队 中场方面 全舰队连续两次的倒地篮抢 把李源一的脚下皮球铲出了根线 今天全舰队在这个阵容的排列上呢 他是三叉几家是中前场 全舰队连续没有出场 这样呢他实际呢是这个以攻在守 另外呢他这个包括威特赛尔跟那个赵旭日啊 一个是世界杯的选手啊 一个是新入选国家队的这么一个老舰 对所以这个双后腰呢 也是很有力量 他对这个后防的这个部位来说啊 能够起到这么一个屏障的缩点 这下是李源一 刚才一个让球转身造成了全舰队尼浩林的放规 塔达队拿到了一个前场右侧的认识机会 这个位置也不错 今天全舰队这边啊 由于外援名额的限制 全舰队连续没有办法出场 这也会让全舰队的防线多多少少 有些让人担心 哈斯蒂安斯呢是埋伏在后点 嗯 这个球距离大门37米 肯定是要传的 看看赵云杰的脚法怎么样 哎 这个球前点的落点高度非常低 这个定位球应该说不成功 全舰队的反击 王宝破 孙可 一个非常漂亮的假动作 全舰队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连续的一周双赛 对球队的体能状况确实是提出了很高的考验 所以也看到在游手转弓的时候 他们的攻防转换的速度 其实并不是像上赛阶那样的快乐 没有提起来 这个比赛这个开始阶段呢 双方也是进行了试探性的这种攻防 阿吉姆逢在中场摆脱了赵旭之的防守 今天从位置上来看 阿吉姆逢并不是顶得特别靠前 对 好像是这么一个无风阵 这个阿吉姆逢啊 他这个速度呢 百米达到了这个10秒7左右 而且这个30米这个启动速度啊 是3秒6 他这个大腿啊几乎跟腰差不多 所以他这个力量是非常足够 大拉队在前场 霍家康把球再抢下来 从队员们在场上带球的这个情况来看啊 水滴的草皮可能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不平 三场亚冠再加上第一个太大的主场 所以正在这个生长期 漂亮 这脚外围的远射 秋山正虎来自于王伍珀 好像是一个外脚杯 对 王伍珀的这个赛季的状态啊 保持得非常好 所以在最新一席国家队的名单里面 没有他 也让很多的全界队球迷觉得有些冤枉啊 这个王伍珀这一球啊 这个外脚杯啊 照守眠身上把 到了门前之后一刮胡就是脚 上赛季的第二回合 天津投比 李源一当时在几乎相同 世界波 世界波的远射 漂亮漂亮 刚才王伍珀差点是复制了李源一 上赛季的神奇 李源一在上一个赛季啊 几乎是这个 是一个超级屁股这么一个角色 对 但是 这个赛季一开始呢 因为他东迅啊 状态非常好 所以一直是这个主力阵 后场直接找阿清姆特 今天泰达啊 进攻上就看阿清姆特了 另外就是慧家康 因为这个中前场的队员啊 个子都不太高 所以应该是多打这个地面去 这下刘一鸣出现了失误 阿清姆鹏小角度打门 球打高了 刚才刘一鸣啊 在后场处理球的时候 也是有些拖胎 没注意到 李源一已经及时的上抢了 所以这个防守的问题 刘一鸣还是要提醒注意的啊 这如果是在亚冠联赛里面 可能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自己的罚球区里面 还是要尽量快出球 对 这球是打在了门框的交角处 好像是 这个阿清姆鹏他这个跑起来 这个动作就非常恐怖 几乎闪电是动如脱脱 他这个随球随得特别快 这个衔接的动作快 比赛提到现在十分钟 双方的中卫各有一次失误 凯达队里面 秋天一刚才带球 漫目惊心 被莫德斯特断抢 而刚才这边 刘一鸣更是在自己的罚球区里面 被李源一断抢 反向再传 还是打反击 这是他的优势 前场没有队友 只能靠他一个人了 阿清姆鹏先把球护肚 他这个身体啊 个子不高 但是很有劲 重心低 所以你后卫队员 有时候抢他球 就很容易犯规 对 刚才也看到刘一鸣 始终在背后 去扛这个阿清姆鹏 但是虽然刘一鸣的身材 比阿清姆鹏高了一头半 但是拿他 没有任何的办法 莫德斯特 这是本赛季截止到目前为止 群舰队的射手王啊 各项赛事 亚冠带联赛 本赛季一共进了六个球 背后秋天一刚才是踢人犯规 上赛季莫德斯特 被群舰队半程进了七个球啊 也是极插极用性的前锋 而在他离开之后 克隆到现在都没有缓过神来 还是排在了夺甲鸣鸣 的倒数一页 很有可能这个赛季将会降级的 怕托啊 他这个启动速度啊 这个零巧性啊 他这个启动的时候啊 他这顺心降得本低 所以他就启动了 从全舰队这几场联赛 和亚冠的情况来看 保育萨在四号位的阵型的时候啊 也经常会把尼浩伦的位置 往前提 而张诚在防守的时候 和两个中卫组成了三中卫 也说他这个四个后卫 实际上在防守的时候 是三人跺后 把左边后卫的位置往前提 没错 这和泰达队四个后卫的时候 两个中卫 跺后一个后腰 拉回来是不一样的 对 他在这个进攻这四个后卫啊 是保持了一边助攻 另一边的拖一小时 莫德斯特前年的支点作用非常明显 在中朝目前来看啊 这两个中锋都是支点类型很明显的前锋 一个就莫德斯特另外就配来 高球给他们 基本上十拿九稳都能够撑到第一点 赵徐日 把球给到中路 往往破 再观察莫德斯特的跑位 背后米克尔反抢的时候出现了犯规 全舰队快发定位球 给到中路 危险 莫德斯特还有机会 最后这下自己脚下 没站稳 对 稍不留神呢 这球就悬了 莫德斯特他身高超过了一米九零 虽然那个脚下的功夫啊 不像那个帕托那么娴熟啊 但是他这个腿长啊 有时候同等出脚的时候 他腿长呢 他就占了便宜 刚才这下防守的时候啊 秋天一没有留意到莫德斯特 莫德斯特是绕前去抢这个球 这是一个世界级前锋 必备的门前嗅觉 如果这球莫德斯特 把部位吃准打实的话 这球真的是 很有可能就要打进了 后场的向前交球 又是出现了失误 全舰队在中场 帕托拿球 帕托的根能力很强 这下米赫尔把球断了下来 后场直接再给 阿基努鹏这球越位 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太达队啊 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啊 应该多打这个地面进攻 因为我们前边呢 没有这个支点这个高中风 所以应该多打地面进攻 边路 霍家康的突破 但是中路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包 小慧把球转起来 前点的位置 这下拼漏了 你看包托的人太少了 如果是三箭头的话呢 那 前点 中点 后点都有人 是 这球就选了 刚才 这是赵英杰啊 插到了前点 但很可惜这球没有踢到 如果把这球能够包上的话 很有可能也是一分 双方现在都有破门的机会出现了 米浩伦 米浩伦助攻比较脏 张成呢就是 跺后一些 对 赵修日凯这球也已经跃位了 松可 松可这个赛季的状态一般 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身位 再来看一下刚才啊 霍家康在左侧 赵英杰 这球没踢到 今天全队队两个松位 是刘一鸣跟那个王杰 没有这个全队员之后呢 他们两个这个本土球员啊 也有优势 就是互相啊 在这个提醒上 不存在语言的障碍 互相可以多提醒 但是有了全队员的这个 镇守之后啊 好像更有底线 对 这球是要直接打门呢 帕托啊 有时候在这个场上啊 他个人带球有时候过多 他往往就是明知山洋虎啊 偏向这个古山区 刚才是白岳峰啊 出现了失误 给了帕托机会 帕托横敲 莫德瑟这球没听好 其实刚才帕托也可以 自己直接打了 没错 那后位已经退后去了 对 因为刚才这个位置 是帕托区域嘛 给你这个空间了 结果这个球太谦虚了 转了 莫德瑟这球自己没听好 再打头后 还是找阿琪姆鹏 看看阿琪姆突进去了 打门 敲进了 又是阿琪姆鹏 拳剑克星 拳剑克星 没错没错 两场比赛 打拳剑阿琪姆鹏的 第三个进球 这个球就是 纯利又不讲理的 速度升持 生生从拳剑队中卫的身前 把球给掏走了 前面我们说 没有拳进员的 这个中卫防守的话呢 两个人这得多呼应 好像不是那么多鼎势 阿琪姆鹏呢 今天太达队用他 就是打这个方法 他虽然没有这个身材的高度 但是他有绝对 速度上的一种事 对 米克尔的一脚过顶挑传 阿琪姆鹏从 王杰的身后 把球居然给 生生断了下来 而面对张璐 阿琪姆鹏轻巧地端了一个 远角 这个球从容打尽 这个米克尔这个传球啊 是世界杯选手的传球啊 是尼尔利亚国家队的 这个队长的传球 这个球可以说啊 传的是 恰到好处 是的吗 这边全静元马上给到镜头 对 在这个赛地 全静元缺阵的比赛里面 全静队的胜率非常低 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统计 全静元自从加盟全静啊 他缺阵的比赛 好像全静只赢过一次 基本上差不多很被动 所以全静元的这种不能出场 让全静队的防守 我们在开赛就说了 确实是有很大的连游 这个今年啊 全静队在这个引员上啊 一直想引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宋位 但是一直到现在呢 这个事儿还没有落实 再给亚军头 另外要补强这个编后位 但是张诚呢 在这个亚冠比赛里啊 也是表现得相当的潜力 没错没错 张诚现在被很多球员称为是励志球员 这个两个这个射门呢 一个投球呢 是一个远射 没错 都很吃功夫 他可是跟随孙江队一路从中椅 打到目前的中超 而且是一个全勤的选手 在上一个赛季啊 他这个出场次数是最多的 像阿信姆峰这样的选手啊 在中超赛场确实是如鱼得水 他昨天重庆思维打这个 他们的这个对手江苏苏女 这负尔兰多又是表现得极为出色 这个小摩托 没错 这阿信姆峰呢 就是泰达的小摩托啊 刚才这个进球 就是把阿信姆峰的速度优势啊 赢一进球来 这下又是吹了王杰的范格 实际阿信姆峰这个让球啊 让大了 但是他的速度和他的反应能力呢 他还能够把这个球追上 对 这就是他的意思 底盘真稳啊 这个臀部比较大 腿比较粗啊 他这个底盘呢就稳 全天队也是直接找摩托斯特 今天邱天一是对位来盯防摩托斯特 今天对邱天一也是提出了很高的考验 白岳峰 这是白岳峰啊第一次啊跑道的前场 原意 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泰达队啊 这个两个边后卫啊很少助攻 这个战术指导思想啊很明确啊 密切的防守啊松后场 前面呢得球最大反击 正是后场的防守 而莫托斯特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 今天的两位助理裁判是霍卫明 和汇丰 第四官员是郭保罗 这个球确实在传球的刹马间 莫托斯特是启动的快了一样 莫托斯特啊是这个全舰队 在进攻的时候啊 越位次数最多的队 因为什么呢 一个是他向前的这种积极性比较高 另外呢就是有时候 他扬了半天的时候 你这球还出不来 所以他不由自主 他就跑起来 还有一个呢 一旦不越位 那就是跟守眠一对一 今天阿基姆棚的这个表现啊 也是抛给了 施利利克一道幸福的难题 对 这个到底乔纳森和阿基姆棚 怎么来摆布 因为外援名额有限制 四选三 那米克尔和巴斯迦斯 如果不能判动的话 那么只能说没场比赛 在阿基姆棚和乔纳森之间二选一 现在两个人状态都挺好的 当然乔纳森还没进球啊 那两场比赛没有进球啊 这个球传说有点不好 直接送进了张璐的怀里 对泰达队今天这个阵容啊 作为这个李源一啊赵英杰啊 就 像在前 看看这个球 前三轮的这个比赛里啊 山东这个金径道啊 是这个跑动最多的 三场比赛他那个跑动距离都过万 勤能补足 所以我们希望呢 就是泰达队的年轻队员啊 或者上场比较少队员 一旦得到了这个机会之后啊 那就勤能补足多跑 庄英杰 塔达队现在落入了阵地战 庄英杰再看阿信姆红的位置 再回给老白 庄英杰 这球没有越位 但是弥浩伦抢得很及时 帕托 帕托这个球啊 真持功 没错 而且他这个转身之后 这个落点 这个判断 这个球下来之后呢 马上能够结合啊 下一个动作 这就是持功 是 好球 全球队把球给到了左边 看看弥浩伦的传中球 扣一下 再走外线 过掉赵迎解 弥浩伦传 秋天一把球解围出来 吹了弥浩伦背下的扛人 对 弥浩伦刚才这个反扣啊 这个动作做得特别逼真 有时候就是拿这个传球 或者踢球这个动作呢 实际是一个假的 拿这个眼神来领对方 拿这个白腿这个动作来领对方 突然这么一反扣 这个互相之间啊 马上把这空档都散开了 这动作做得很漂亮 这场比赛 全舰队又是先丢球啊 已经连续两轮联赛 全舰队都是先丢球了 上一轮比赛 他们是主场输给了北京联合 那场比赛也是这个 全舰员没有登场 对 所以全舰员确认 这个全舰的胜率极低 赵徐志 再给王永波 看看右边张成已经套上去了 王永波没有给 给到左路 还是先找一下弥浩伦 今天弥浩伦是比较活跃 在这个边路上啊 他比这个张成助攻要多一些 王杰 弥浩伦 王杰啊 确实打太达队记忆都不太好啊 刚才这球是他被阿吉姆邦生吃 而上赛季的第二回合 他还打进过一个乌龙球 在上一场这个联赛里头啊 他用的是这个阻金招 阻金招 对 这好像也不是不太成功 后场直接又是打长船 因为有阿吉姆鹏这样的球员的存在啊 所以他打队这种长船球 肯定会运用的比较多 哪怕给大了一点都没关系 阿吉姆鹏都用机会追回来 另外阿吉姆鹏呢 你就是晚启动这么一步两步啊 最后呢优势还在他 是 阿吉姆鹏在左侧 1-2 所以这个有特点的队员啊 在场上啊 把你的特点发挥出来 那么对手呢 就会很惧怕 所以就怕呢 这个什么都行啊 什么都不行 万金游队员呢 在场上只能是这个攻兵型 阿吉姆鹏呢 他有这个特点 到时候之后的这个特点 只要发挥出来了 那么这个威胁就出来了 对 就是旺波 今天他在中场的拿球次数很多 他是全球队这场比赛中场的一个进攻的 数秒吧 没错 方向的一个分配者 对 维塞尔 赵徐日 突然间给到左边 尼浩伦这里又有比较大的攻打 尼浩伦几乎是代替边风了 这叫传锋球 被白卫风挡了下来 初天一的解围球并没有踢远 维塞尔陷入到了甲防的竞技当中 这个球还是丢了 泰达队有反击 看看阿吉姆鹏的位置 直接给 但这个球路线给了有些靠里 所以泰达队这个抢球呢 就是双方我在夹着你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一旦你这个动作慢了 或者你这个球呢 离开了稍微有这么一点 那么这个球就丢了 所以这个夹击啊 这种抢球呢 还是很有效果的 白卫风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白卫风的这个竞技状态 确实也是出现了些许的下滑 对了 三十亿了 三十亿按理说啊 不应该啊 应该是最好的事 打到了一间 巴斯蒂安斯好球啊 这球三步并做两步 对 就是佐里奇嘛 后边有佐里奇 巴斯蒂安斯 前边呢就有阿奇姆 所以他一前一后呢 这有的这么两个 有实力 有特点的队员呢 所以在T7比赛 也有主性果 嗯 孙可 这次选择走里线 不行 在这个人群里头啊 跑上这个堆里头去了 这一球再有本人也不够了 今天全天队的进攻当中啊 尝试的更多的 还是找莫德斯特这个点 但是泰达队 显然已经是做好了预案 对 再加上今天在不少的 这个环节当中啊 全天队都是 自己代球有些多 像维采尔啊 孙可 帕托呀 如何能够在 带和船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 这前队目前在进攻里面 需要去解决 这个球你自己玩美了 但是这球丢了 所以任何效果没有 嗯 所以应该呢 是多寻求啊 这个配合 看着空当呢 能给啊 尽量给 有意思的是 双方在上运赛季 两回会的交手 都是控球率低的一方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对 这场比赛在泰达队进球之后 现在控球的主动权 渐渐地被全舰队所斩过 这个泰达队对这个建业呢 你也明显控球优异对方 对 但是最后呢 你输了 那时候 人们给你一个阵地战之后呢 你几乎就是没有办法 攻进去 往往一些这个传统球呢 中路呢 缺少这个支点之后 这个球也拿不到 所以这个斯特利克说呢 我们这个十次传球 有九次都不到位 有一次呢 也没有造成威胁 所以这个传统球这个问题啊 也是斯特利克 在失掉了这场比赛之后啊 回来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呢 虽然他用的这个个子都不高 阿清姆鹏 慧家康啊 李源一啊 赵英杰 但是呢 今天他这个反击啊 这个球传好了 这个特点发挥出来了 所以取得了几球 刘一鸣 自己一个人推进过了半场 全球队现在是四打三的局面 这第一球 第一球或者你传脚下 在那里传的过顶 这不应该的这种传球 结果你传 现在刘一鸣上去之后 赵旭日打回到他的这个 右中位的位置 今天从这个镜头 可以看出来啊 太大队啊 是用最少的兵力啊 解决最好的这么问题的 这么一个效率 他几乎这几个后卫队员啊 是不离开这个半场 或者顶多呢 就是在这个中泉湖附近 随时呢 准备全舰队打你的反击 所以他这个预案呢 还是做得比较仔细 比较充分 一块儿 再挑船 开场之后将近批了半个小时 场上的节奏都不是特别快 一方面 太大队在主场 面对着全舰 包括上一个主场的河北 坦率来说 这两个球队的纸面实力 都在太大队之上 所以肯定是摆出一副 防守反击的架势 而全舰队这边呢 由于是连续的一周双赛 体能状况也是堪忧 所以双方的攻防转换的节奏 都比较慢 再加上现在比分方面 太大队已经是领先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 将会把防反的这个战术 可以说是贯彻到底了 通过在将近30分钟的比赛 我觉得这个太大队 这个预案做得比较好 史蒂利克呢 对于这场球队这个研究 应该说是很到位 莫德斯特 身大力不亏 对 腿长啊 维特塞尔把球再给到左边 还是米浩伦 王永破 这球始终是蹦蹦跳跳 拿不本啊 是不是这场地不平啊 还是技术上的原因 好球 阿兴姆鹏 又在中场的内肩开始起诉 看看他怎么来传 阿兴姆鹏把球分到边路 李元一 因为中线啊 没有这个支点 没有这个高点 所以李元一呢就打这个低品球 对 排这边露麦提江 再给米克尔 看他队踢得很稳啊 没有机会就把球回传 威胁球呢就交给这个米克尔 现在全舰队呢在这个回收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四个后卫呢站得很平 另外两个后腰呢也摆不得很好 所以尽量呢他是不给这个阿棋姆王机会 阿棋姆王呢现在离开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之后 他就跑到边路呢 这样拿球呢更容易拿一些 米克尔看到了另外一侧的位置 给到白月锋 投球再点 看看这次机会 王杰这下的防守非常的成功 刚才王杰这次防守经验非常充分 对 把身位先咬住 看看刚才米克尔这脚转移 这一脚长距离啊 仅仅40米的转移 这个球道呢 这个正好这个接球这个人呢 会接得很舒服 这就是功夫 参加世界杯的选手啊 这个实力啊是摆在那里 帕托 帕托在保罗索萨这个赛地的前几场比赛里面 一度打到前腰的位置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 他自己不太适应的位置 对 帕托最熟悉的位置还是左边锋 拿球之后可以内切 所谓这个帕托区域 但是让他打前腰的话 他的位置感觉特别好 因为帕托呢在场上啊 他这个活动范围并不很大 后场又是长传 还是阿吉姆鹏 这球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能够追上 王杰又出来 看了阿吉姆鹏 一对一 走外线 过掉了王杰 阿吉姆鹏 右脚 传到中路 这一下进区里啊 对 准确说是球门区里 只有一个赵英杰 而全舰队的刘一鸣 刚才这次防守的非常成功 这个一个阿吉姆鹏 搅乱了整个全舰队的这个方线 对 在这个区域之内是二打三 算上后面的那个张成是二打四 再加一个门将是二打五 对 所以这球很难打进去 一个人呢 是阿吉姆鹏突破了一条线 但是我们中路呢 跟进的队员啊 过于保守 应该是泰达队今天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阿吉姆鹏 角球这次也没开起来 全舰队反击 帕托 给到了王永珀 这是全舰队的特点 这边高速的插上 看看王永珀怎么分 帕托一漏 完了 巴斯连斯这球还是把球拦了下来 这球啊 给的球速太慢 所以帕托这一漏过去的话 实际上起不到什么太好的作物 这帕托啊 是想当然认为了 身后肯定有莫里斯特 但是这一球呢 身后呢 肯定没有莫里斯特 因为莫里斯特这个位置啊 是比他身后这个位置还深厚 刚才莫里斯特在反抢的时候 出现了犯规 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由于今天赵洪略的红牌 所以的话 买提江是打回了左后卫的位置 后腰是高加润佩达米克尔 买提江打边后卫啊 可以把他的传统球的能力发挥出来 而且买提也是 施迪克啊 可以说目前泰达队里面 最喜欢的球员之一了 没错 也是泰达队引进内园里 最成功的这名队员 现在全天队的控球啊 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不过从全天队的进攻方式来看 也是更多的打长船 想利用莫德斯特的支点作用 但是这种长船球 目前来看准确率不是特别高 他也很难打出来 因为什么呢 这个泰达队的几名后卫队员 这四名后卫队员 只要你一过半场之后 四个后卫队员啊 他这个位置摆布得非常好 所以你很难呢 攻破他最后一条线 你这个防防你也很难打 打起来 因为他往前这个助攻并不是很多 这球船的跟水门差不多 太大了 打托 他又游逸到了右路 前场的右侧阶外球 这是第一次看到张成呢 到了前场 没有全舰员的界外球呢 进区内呢 就是安然无恙 看看泰达队在防守的时候啊 先解围 球离自己 球门越远 越安全 这场比赛呢 其实泰达队应该吸取 第一轮打河北队的教训 当时也是半场领先 但是下半场比赛 好像球队放弃了进步 让河北队一直摁着在打 最后也是丢了一个球 而且那个比赛当中 如果拉维奇将那个点球 罚进的话 可能泰达队的局面 会更加不利 他70分钟啊 把这个曹阳换去 一换去之后啊 我们看到这个中场上 摆布就没有70分钟之前 那么好像那么好了 突然间给身后 好球啊 这球莫德斯特的机会 哎 这下莫德斯特 自己把球停在了膝带上 今天莫德斯特的状态一般 还记得去年的第二回合的 听听得比 当时莫德斯特也是状态平平 你看这球 其实维采尔送的长转球啊 非常的隐蔽 而且很突然 莫德斯特也和维采尔两个人 是想到了一起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莫德斯特这球自己没停好 今天其实已经不是 莫德斯特第一次停球失误了 刚才怕拖给他那次 也是他的停球 自己出现失误 阿吉姆彭 米克尔断球之后把球给他 阿吉姆彭自己在向前代 给到边路 看看李渊一 走外线 把球再传进来 这球球速给的比较慢 刚才是小慧的传攻 直接被张磊给没收 这球传好了就悬了 刚才维采尔给莫德斯特的 这条长转球啊 非常剑功力 真的是球星的表现 这下维德赛尔可能是被踩到 这个维德赛尔现在的受伤啊 不仅仅牵动了全剑的球迷的心 更牵动了罗布托马尼内斯的心 比利时国家队的主教练 对 当然了 比利时国家队现在是群星锁灿 中场确实是人才积极 但是维德赛尔在比利时国家队 还是占有着一席之力 现在不是有这么个段落 就是说请大家帮马尼内斯 这个出主意 到底该上那四个主力 再来看一下我们高科技的手段 展现出的刚才 阿吉姆彭的这个进球 没什么道理啊 就是利用自己的天然优势 速度 冲开了王杰的防守低霸 而且这个球在有干扰 有逼迫 有对抗的局面之下 在重心即将倒地的刹那 阿吉姆彭把球端进了大门 身体的柔韧性也展现无遗 这是力量跟速度啊 跟那个技能的完美结合 这下帕哥拦到了危险 两个人这下的打门 非常像足球小将里面的猛虎式射门 两人合二为一的打 最后白腿的时候啊 他收了一下 不然的话两腿碰到一块 很危险 尼克尔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场比赛主台判张雷 对双方队员的动作看得都很仔细 已经出了三张黄牌了 这边阿信姆彭突然间摔倒了 镜头刚才没带到啊 一会儿看看曼信棚能不能交代一下 阿信姆彭怎么就倒在场上了 对 而场外有这个视频啊 当然的话 我们之前也聊到过视频这里裁判的用途 只有在四种情况之下 主台判才可以请视频主体裁判来介入 第一种就是进球与否 第二个就是判罚球点球 第三一个就是 在这个判罚红牌的时候 第四一个就是判罚出现张冠礼带的时候 这四种情况 视频主体裁判是可以介入 索萨到来之后啊 现在对全界的这个阵型啊 包括打法做出了很多的调整 和卡纳瓦罗指教的这个思路 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人员上全天队这个赛季没什么变化啊 但是战术的变化调整还是蛮大的 张磊这应该是在听取视频主理裁判的意见啊 把双方的球员叫过来 刘一鸣看来是要口头提点一下 没有掏牌的意思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哦 刘一鸣和阿星舞鹏两个人在那边有一点摩擦 刘一鸣头啊 点了阿星舞鹏一下 对 这是无球的时候 刚才那画面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两个人身材相差很悬殊 两个人一头还得多 刘一鸣也是入选了新一届国家队的队员 全阵队的右侧定位球 开起来 中路的投球 又是莫德斯特 他对于第一落点的争抢确实是相当到位 看这球他摆头了 一摆头一甩 这球必然偏了 这球应该直接照着守门员那个方向顶 稍一跑偏 就是这个前角 像莫德斯特这么优秀的前锋 根本进不了得上的法眼 因为法国队现在在封线上面 也同样是人才太多 最近一期的大名单 刚刚在欧冠绝杀曼联的本业的尔入选 客观来说 法国队可以排出两套阵容来打世界杯的 好 而且这两套阵容打应该都能进16强 最次都是能进16强的水平 阿清古皇再给边路 小慧 他跑到那个左边路啊 也是寻求啊 跟那个慧家康的配合 很多队员啊 在这个中路拿不着球之后啊 就跑这个边路 因为边路呢 边线外他没有人防守啊 所以他这个面对呢 只是这个场内的这个防守 你要在中路呢 是四面处的 四面都有人 刚才在抢劫的时候 阿清姆锋手上有一个动作 打到了孙和的脸 这算肘肌吗 反正手上确实是有动作 裁判也吹了阿清姆锋的范弓 对 这是蝎带 上场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 踢了42分钟 场上比分目前是1-0 主场作战的天津泰达队 暂时领先 进球的是阿清姆锋 刘一鸣 王杰 米昊林 现在泰达队这场比赛啊 阿清姆锋这个首发啊 跟那个乔纳森呢 互相之间呢 在比较一下之后呢 乔纳森啊 更多他是以靠这个同伴呢 来给他传习个这个球之后啊 他才能够有机会 阿清姆锋森呢 是自己靠自己的特点跟优势 速度上的优势 力量上的优势 他自己能够创造机会 所以两人呢 在这个特点上是不一样 上一场比赛 就是因为杜嘉的一次低级失误 球队最终是败走郑州 相信这样的一幕 也会让杜嘉铭记终身 未来的比赛 他肯定会好好地来 汲取上一场比赛 这个失误的教训 所以这一场比赛 实际立刻能够让他呢 继续首发 我说这个教练呢 非常英明 如果这一下子就把杜嘉停了 这对杜嘉这个刺激就太辣了 这下孙可背后直接踢翻了米克尔 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上一场比赛 主台湾已经出示了四张黄牌了 就是孙可刚才那个气还没过去之后 救手发泄在米克尔身上 这下是完全没有踢到球的 直接从背后踢倒的地方 你作为一个曾经的果角 又这个年龄 在场上应该是冷静的 这个球龄也在这 年龄也在这 如果因为这个红黄牌呢 使这个队伍检员啊 这是最不值得的 让这个阿庆红棚争高点啊 确实是 是啊 有些一短工长了 对 虽然说这阿庆红棚谈跳力不错 但是面对着刘一鸣王杰这样的高人 要想从他们的头上争到落实 对 难于登天 这就不是扬长避短了 上场比赛马上就要进入到商品古时了 全年龄的这种长篇球啊 打的确实很多 但是效果很一般 对 巴斯迪安斯啊 在这个后方线上啊 真是这个定态神针的 好球 小慧这球停得不错 直接自己向你切了 两个人关门防守 这个球刘一鸣是先要位置没有顾球 所以先把这个顾佳航挡在了身后 上场比赛补持两分钟的时间 从双方上场比赛来看 射门次数都不多 不多 但是泰达队把握机会能力确实比较强 对 这有机会就把握住了 这就是这个球星的作品 另外呢就是今天泰达队呢 他就是密集防守 密集防守打反击 所以他进攻的人呢 并不是很多 但是防守的时候 人确实是不少 印象当中 上半场比赛 全阵度的运动战 是没有摄政的 只有帕科那次任一球 是打正了门框 而泰达队实际上 好像也只有阿奇普鹏那一次是设政了球 但是又取得了进球 双方更多的力量啊 都用在这个中场这个博弈当中 莫德斯特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 是进了两个球 亚冠里面算上资格赛 是进了六个球 一周 还进了四个球 又是三线作战呢 确实这个对这个联赛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 对 你要是三线作战的话 那需要这个板凳的这个深度 你得厚一些 现在全舰队呢 可以这个储备的人呢 并不是很多 把球转起来 还是找莫德斯 又是被杜嘉 稳稳地把球摘下 对 杜嘉身高是一米八五 莫德斯特呢 他的身高是超过了一米球 所以这个球要是在守远 跟那个莫德斯特之间的话呢 所以这个球就很难受 这个时候主菜办张磊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上半场比赛凭借着阿欣武鹏的强行超车 打进的漂亮进球 泰达队目前在主场是一比零 暂时领先天津全舰 而上半场比赛 双方共有四名队员都吃到黄牌 也显示出了这场比赛在拼抢方面的激烈程度 而全舰队由于全竞员的确震 这场比赛的后防线确实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隐患 我们稍微休息会儿 一会儿再来看一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欢迎各位亲爱的哥们朋友们继续跟随转播镜头一起 再回到水滴体育场 来关注天使体育生在万斤直播的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三轮 天津特达在主场对阵天津全舰的天津德比 泰达队的比赛转播是由中华老字号灯塔图料冠名播出 上场比赛泰达队凭借着阿奇姆鹏在比赛第16分钟的进球 1-0暂时在主场领先 这也是阿奇姆鹏在对阵天津全舰队的比赛当中 两场比赛打进了第三个进球 而上场比赛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实际上不是特别快 只能说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 阿奇姆鹏的进球也完全是个人能力的集中体现 他出色的爆发力完成这个进球 天津德比一向是你弄我弄 在中国租坛也是和广州德比一样 都是非常温情的德比战 随着主裁判张雷的一声哨响 这场本轮的焦点大战 中超联赛第三次的天津德比下半场比赛开打 双方交换场地一边再战 高纸和音珠继续为各位送上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 上半场的比赛总的来说这个节奏不快 好 这下两个人没有想到一起 另外泰达队好像对全舰队这个队的分析得比较透 因为施德利克这个老蒜他就是非常内心 善于研究对方攻防的一些个特点 所以这场比赛他对全舰队的特点应该说摸得很熟 在这个防守这个层次来看 在这个上场摆住的还是比较清楚 另外也没给全舰队什么绝对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防守上比较成功 但是进攻上他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他就抓住了 虽然这个高度不高 但是一些个这个船切配合 总的来讲还是达到了一切 刚才在争论的时候 刘一鸣背后直接是顶到了阿齐姆鹏的后脑 这下是有一个肘肌的动作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一张黄牌动作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阿齐姆鹏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冲突 对 因为阿齐姆鹏是攻击的这么一个单箭头 就是说白了吧 吃香喝辣的太大队还指他呢 所以他不能离场 另外作为对于这个下面场这个比赛 再对两个这个教练来说 还有这么一个课题 就是如何在余下来的比赛里 使用这个两名那个U23的这个球员的问题 因为下面场呢 上面场呢都没怎么换人 所以你还得换上这两个U23的球员 这两个队都有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呢场面上我们打得比较温和 但是呢在对于球的这个增波上还是比较紧张 阿齐姆鹏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得需要到场边 然后再等待着主赛班的允许才能够进场 这叫外围的远舍打得太离谱了 对 他就给这个阿庭王上场的这个机会 争取这个时间 高天润 高天润这小伙子啊 又能打中卫 又能打边卫 现在打这个后腰啊 也是这个尽手职责啊 这小伙子是这个沈阳人 身体啊比较硬 身高是1.84米 力量比较足 速得也不慢 他的特点就是脚法比较好 帕托和米克尔两位球员 都曾经在切尔西踢过球 而且两个人有过短暂的交集 都在切尔西 1415赛季打阿斯顿维拉队的那场比赛里面 两个人当时是同时在场上共存过 刚才这个米克尔这个抢球是手脚并用 断抢之后直接交给阿齐姆彭 他只能是靠他一己之力了 阿齐姆彭一脚三 这下阿翔姆彭是右脚啊 他的主力脚是左脚 所以右脚不太好使 阿齐姆彭啊一对三 我们的队员接应太慢 所以他只能是单打独斗 最后他也是没有办法才打这么少 孙可 阿托直接向里切 这下巴斯页斯的产球动作也很凶狠 肯定是一张黄帆 今天主裁判张雷的齿路 应该说对双方都是比较一致 对于这种放规动作比较大的判罚 都是黄牌警告 现在特拉队这边已经有三名队员吃到黄牌了 巴斯页斯呢 给他这个黄牌之后呢 他这个很欣然地接受 因为他知道这个动作肯定吃牌 身高一米九的大个子 再加上这个铲球 这个覆盖的面积多大 这个位置全舰队又是一个不错的定位球机会 上半场比赛 帕托曾经在定位球的主阀当中 打正过球门 那应该也是上半场比赛 全舰队唯一的一次射证 而这个位置 现在可能是要交给王宝珀来处理 这个位置啊 一般就是进球的这么一个位置 对 这个刮虎也行啊 这个打力量也行啊 是怎么都行 但是这个进攻的队员要注意补射 防守的队员呢 要注意 这个守面一旦这个出来之后 这个球啊 这种补方法 王宝珀 直接选择了打向球门的进场 这个球打偏了 就是打角度 这球偏了 而且这力量也不够 巴斯电斯啊 这个铲球啊 虽然是犯规了 但是这个动作的腐败面 确实是很大 对于双方的教练来说 得比战的胜负 其实对他们的执教的影响是很大 没错 虽然索萨目前带领球队 在亚冠联赛里面的表现很好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 主场战胜全美 这个小组最强的对手 但是如果这场天津得比 他的球队要是高负的话 对他的执教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万破 把球再给到边路想找队友的 但这下力量给小了 马上给到阿金木彤 他打队的打法很明确啊 就是要找阿金木彤这个点 利用他的速度 面对着明浩伦 阿金木彤直接选择了远射 这脚球的处理有些着急了 因为这个上去这两个队员 接应他这个位置 这个球他没法改 都是给他一个背影 所以这球你说你怎么穿 他身后不长眼 所以就是我们在接应的时候 如果你要要球 你顿一下 你跟那个阿金木彤呢 你向一下面 他才知道你要球 所以阿金木彤这小射门 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阿金木彤再给支线 这球给了全舰队的前赏计划球 马斯典斯前波红队的队长 他球铲得多不干净 王宁破 转身 张成 把球再传进去 这球杜嘉稳稳地拿下 其实就打这阿金木彤一个人 看看中场 这次泰达队的进攻 能不能看一看一侧 下面场的开局 我们看到这个全舰队 开始加强了中前场的这个逼抢 因为在上面场的这个比赛 我们看到全舰队打得比较散 另外这个精气神不足 跟那个打亚冠是快要两对 因为这场比赛全舰的首发 和周中打亚冠与全北的比赛 只做出了一个人的变化 首发阵能当中 所以其实轮换幅度很微小 连续的这种一周双赛 对球队的体能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轮换这么一个人 那看起来这个人太松了 那就是全舰队 是 因为亚冠没有523的限制 也没有外援人数的限制 对 孙可在边路起诉 把球长传到远端 莫德斯特进去了 后来这次机会 左脚打轮堵架不出 帕托再打 出去了 比赛的第54分钟 天津全面队翻评比分 进球的还是帕托 帕托也是打进了 他面对泰达队的第三个进球 在赛前我们都提到过 这场比赛的看点之一 就是帕托对抗阿西鲁宏 结果双方的进球都是由 这两位队员来攻进的 太达队丢了这个球 就是我们 右手反攻之后 其他队员在防守的时候 没有回来 所以你看这个进球 上大肩就是二对二 对 而且帕托还可以停下来 再去补射 给他的空间太大了 对了 他只要一停呢 这个准身就瞄走了 而且这个左脚呢 帕托左脚比右脚好 正好是适合他表演的 这么一个脚法 所以这个球星啊 你别给他机会 给机会十拿九稳 这球就差不多了 就进了 帕托也是三场和太达队的 女赛各录一球 这本赛对帕托在联赛里的 第二个进球 也是各项赛 赛里的第五个进球 各项赛事 全舰队打进的第五个进球 所以在以前呢 就传出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外援 你得带着我们本土区员 你不能本土区员 我带着你外援打 那你这个影员就失败 全舰队扳平比分之后 现在的士气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下面场从这一开局 我们看到全舰队呢 就加强了中前场的这种逼抢 如果你在这个中前场逼抢 拿来球了之后 那你进攻呢 就发动的更快 一球能的就更进 这球双方都在看主材办 但实际上裁判并没吹 球也没出界 快答对啊 我们在上半场比赛就提到了 一定要汲取上一个主场 打河北华夏幸福的教训 就是在下半场比赛里面的 这个防守反击的战术 不能止防守不反击 还是在进攻里面 要给予对手一定的压力 那你只防守不反击 你就等于我这一场盯着挨打 所以必须要有反击 他用这个阿庆姆棚呢 那就是密集防守啊 打这个反击 但是刚才这个球就没有密集 刚才全球的这个进球模式啊 其实上半场比赛已经有过一次了 就是雷塞尔给莫德斯特 那球莫德斯特自己停在了膝盖 不然的话那球就已经是个单刀了 一脚传球啊是最有危险 但是你这球你得传准 你传到位 所以上半场呢 我们看到孙可有点带着情绪比赛 但是下半场呢 好像又回归理性 如果这个球员啊 这一场比赛你带着情绪打的话 你这个动作呀 你往往就失控 你计算是发挥的这种能力呢 也会失控 维萨尔 尼浩伦 再交给维萨尔来说 这球出得不错 五顶位置下来 特达队是有点空 危险 又是莫德斯特 左脚打门 祝家把球扑出了底线 刚才在这次的防守当中啊 特达队的球员 防守用俗话来说是有点扎堆 被持球的帕托 吸引队的防守 另外巴斯迪安斯和马迪奖 两个人都有些堕后 所以莫德斯特这球并没有阅位 帕托啊 精妙的小传递 对于莫德斯特打门 打了个进的阅位 所以真正考验 泰达队的这个防线是下半场 对 全面对下半场比赛的第一小球 王尔托 角球回到中路 第一点特达队顶到 帕托胸度停下来 再打门 有变相 这一下从我们这角度看 还以为是奔向球门的方向 对 怕说啊 这个是这个正阻位的这个抽球 看停完之后 是一个正阻位的抽球 刚才球天一啊 身土一挡 挡出了底线 全阵队连续的第二个交球 这场比赛 索萨派上帕托加莫德斯特 舍弃全命远 就是希望两个人在进攻端 能够给予特达队足够的压制 也反映出了所在不同的比赛 想赢球的策略 王尔托 脚球开起来 莫德斯特投球 争到第一点 但这个球并没有顶上力量 赵徐 这就是老队员的这个经验 他那个阻挡你一下之后 让那个后卫队员都退回去 还是直接找莫德斯特 全阵队的踢法其实也很简单 太简单了 因为莫德斯特 他不是打的一个防反型的球员 阿俊宏在边落 禁局里面倒地 裁判没给任何的表示 这车平安无事 场边泰达队要准备做人员的调整 要准备换下赵英杰 上四号杨帆 这是一个U23的球员 杨帆也是头一场节目战 打这个右后卫的队员 整体来说这个杨帆 这个能力还是不错 速度比较快 这个换人看看 是不是要把买提江的位置 往后腰位置去挪了 杨帆可以打右后卫 那么上来之后 看看杨帆的站位情况是 如何来去调整 第一场打河北队杨帆 表现应该说是不错的 对 杨帆这名队员是96年出胜的 从上场之后 杨帆的站位来看 打的是个中场 好像是这个边前位 阿托 再传到诸禄 巴斯迪安斯大脚解围 再打到罚球区里面 还有传中的机会 再给起来 米克尔登到第一点 这段时间权劲的进攻 一浪高过一浪 泰达队的禁区之内 显得是风声鹤唳 他现在呢 泰达队呢 摆出啊 是这个八人防守 是四四一一 这么一个阵线 但是呢 作为这个权劲队来说呢 他不怕打这个阵地战 因为他有这个高中风 有这个莫特斯特 另外呢 他这个两边呢 传中的能力比较强 像那个孙可呀 王永坡包括那个米浩轮 这个传中能力都是比较强 马迪江现在还是打一个 左后位的位置 马迪江他这个位置啊 他这个比较足以值守 可能这是教练的布置吧 所以他助攻很少 实际上呢 他助攻在这个传中上 突破上啊 都是很有特点 米克尔 阿吉姆 米克尔这个手给小了 这球传得不好 全面队形成了反击的机会 维萨尔还有莫特斯特 都在要球 好球啊 这球给的莫特斯 停的大了一点 对 上面场有一球也没停 这球挺好呢 他就是面对守门员 是一对一啊 是 球传的真是太绝了 这球啊 这球给的也不错 到了右侧雷尖 在罚球区线上 罚托这条球打了飞机 对了 这是替后卫解围了 这条球 孙可的倒三角传递 非常清楚 罚球区线上 罚托是无人盯防 但是这条球打在了球的底部 这一段我们看到 太大队在这个防守啊 两类这个空当暴露的比较大 而且那个全舰队呢 在这个横向的这种 斜向的遗传呢 互相这个跑位啊 所以他这个后卫之间呢 堵位有时候是一个大的漏洞 现在中场方面啊 太大队是控球不利 所以球权反复的是 交给全舰队来控制 对所以球队越位啊 所以现在这个中场上 看起来呢 是只能这个批育防守 现在太大队缺少一个 真正能够拿球的前腰 也是目前球队阵营当中的 一个短板 因为根据统计啊 前两人打下来 场军的传威胁球的关键次数 太大队是中超垫底的 只有四次 今天赵英杰是打这个 前腰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这个 就防守的任务太少 作为这个进攻的组织上啊 好像是 分担的不是太多 白雪峰刚才这脚打门之后 是在向场边做一个手势 示意自己不行吗 对好像是 有点这个扶股钩拉伤的感觉 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啊 其中一个是U23 所以这个持绒量呢 他不能够轻易换 另外一个名额呢 那总得背着这个守护员 有这个 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呢 他得背着 张成 边路直接起修 看看 白雪峰不行了 应该是 副股钩有点拉伤 对 所以他对看来 是要准备做第二个换人了 那就是这个杨帆的 可以撤回来啊 打这个位置 对 可以调一个这个中场的球员 就是刚才这脚打门之后 把自己给拉伤了 白雪峰啊 今年是29岁 不能够说那个连波老一样 因为这个年龄的话呢 应该啊 经验上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是很会比赛的 再来看一下刚才 全年队的这次进球 这脚球传得非常准确 帕托和莫德斯特 是形成了双轨拍门 莫德斯特打门被杜家扑出 帕托从容地补射 大家注意这个帕托这脚射门啊 他这脚射门 注意它是原地发力 看吧 就垫了一步之后原地发力 而且这个球速这么快 这就反映这名队员呢 这个脚底下这个功力 张成 王永破 白岳峰现在已经是下场了 但是场边太达队还没有做换人的调整 所以目前暂时啊 太达队是十打十一 王永破把球再传进去 巴斯迪安斯头九姐围出来 这段时间啊 阿奇姆房也基本上拿不到球 看看太达队呢 在这个防线上啊 后卫中场这两条线 就是一一代劳 这场边看好像是 曹阳要上了 米克尔中场把球断下来 看看阿奇姆棚的位置 分道左落 回家康 进区里面只有阿奇姆棚一个点 滑过了整个进区 就是因为包抄点太少了 对了不敢上 好球 这个球吹了犯规 这个时候场边太达队要准备作换人了 由于白月锋 因伤离场 太达队用掉第二个换人 换上老将曹阳 这样曹阳呢 跟这个米克尔可能要搭档这个双红药 把杨帆撤回打右后卫的这位 右后卫 在肩膜站呢 对这个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 杨帆呢 基本上没捞 全场表现呢 纵贵送区 而另外看场边全舰队啊 应该是郑达伦 也要准备出场 踏托 巴斯迪安斯 非常漂亮的上抢 时机把握的非常准确 阿吉姆棚 巴斯迪安斯现在上去了啊 阿吉姆棚原地的一个摆脱 再给 这下险些还送过去 这二肩膀啊 也够不着 阿吉姆棚呢 是带来带去之后 最后没办法 只能让他踢穿 全舰队要换下帕托 上郑达伦 郑达伦在上赛季的第一回合的 天津德里 当时在主场是梅卡尔路 这也是速度很快的一名 打边路的选手 换下帕托这个意思就是说 帕托你已经完成任务了 有一个进球不错了 但郑达伦上了之后呢 那就是加强那个边路的突破跟传统 松河 这球抢得太妙 一上跨就把这个位置抢了 所以松河呢 还是靠这个智力踢球的队 比赛踢了将近70分钟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 中华老四号灯塔图料 冠名播出的天津特达队的中超赛事的直播 这是本赛季第三轮的天津德里 泰达队在主场对阵全剑 现在双方的比赛的比分是1比1 这下在中场曹阳出现了犯规 吃到了黄牌 替不登场不到5分钟啊 吃了一张黄牌 对啊 这黄牌吃的也比较果断 达到了这个效果 确实是没碰到球 曹阳跟那个王永珀呢 也是老相识了 泰达队现在还剩下一个换人名额 肯定是要留给杨万顺了 这是第二个U23的球员 而全剑队后面的两个换人 应该也没有什么意外 要留给苏元杰和刘毅了 这两个U23 对 边路准备从外线超车 没能够成功 踩法没吹 边路直接起球 球天一把球拦了下来 这下背后是有批文的犯规 王杰吃了一张黄牌 今天阿吉姆鹏一个人啊 让这个全剑队的后防线啊 球员确实有些惊弓之鸟的味道 对 对他照顾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两个宗卫 一个王杰 一个刘毅明 这场比赛 天津德比主裁办张雷 到目前为止 已经出示了七张黄牌 只要是一对面 一双方一接住球 基本就是人仰麻烦 比赛还有20分钟的时间 看看最后的20分钟 双方还能不能带来进球 曹阳登场之后 队长袖标也佩戴到了曹阳的左臂上 曹阳是球队的正队长 穆德斯特 这球过去好危险啊 还有郑达伦走外线的大门 这球杨帆封堵的非常关键 一直在跟着郑达伦 刚才看这个穆德斯特啊 他停球摆脱加传球 动作连接的一系合成 对 虽然个是他的呢 但是动作衔接的速度还是很快 直接一脚弹射 这条球杜佳有小幅度的脱手 但问题不大 你看穆德斯特呢 就这么一个特定 只要是有人射门 他就把你守门的身前跑 盯着不射 这就是作为这个前锋队员啊 应该养成的一个习惯 维采尔虎球能力真太强了 他非常清楚 对手在他的什么位置 这一下自己原地滑倒了 曹阳 曹阳的球被断了 下边上我们看到双方啊 这个身体接触啊太多了 但是作为这个同城的这个兄弟啊 还是要注意这个动作啊 尽量的规范是对球 不要对人 因为伤受谁呢 都是对我们同城兄的 这一种伤害 毕竟啊 这个同城的这个德比呢 也是这个城市呢 从一一个节日 曼西江直接后上长船 这个球阿西姆可能越位了 嗯 边材那边其余啊 已经举了起了 这个明浩轮啊 距离这个松位太远了 这个球好像有一点挖心 厂上全舰队有球员出现了受伤 赵旭志 这球赵旭志直接一个大脚 闷在了买提江的胸口上 但是双方啊都挺投入的 没看到松可这边已经是受伤倒地了 好了 这闷眼上了 嗯 这是在针顶的时候啊 巴斯连斯手肘确实打到了松可的脸上 这动作我们看着比较熟悉啊 就第二年呢经常做这种动作 嗯 索萨在场边示意主裁判去看看视频助理裁判 但是这个不在视频助理裁判的那四个职责当中 所以裁判是不会去看的 裁判呢对这个虽然是新 呃新安排的这么一个视频这个助理啊 但是他这个规判还是吃的很足 嗯 后场又是直接长传 这种锹没有 嗯 几乎就是没有用 嗯 几乎就是没有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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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连斯 现在的阵队有有 很常常在到处的输出 2.77 4.77 阿吉姆炮 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串联 孙可把球再给维采尔 哦 这下背后的拉人恐怖要吃牌了 李元一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大张黄牌了 嗯 这张 对 塞达队这边是五人染黄 全舰队那边也有三人身背着黄牌 好 这要破纪录了 这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拉人的犯规 但是你看啊 水滴的这个草皮啊 确实很松 对 这维采尔一倒地之后啊 三块草皮都掀翻了 这跟昨天这个下雪也有关系 嗯 所以实际上这样的场地条件啊 对双方的这种技术流打法 都会带来一些影响 总体上来看 这场比赛全舰队的控球率 是占有着明显的优势 直接再交身后 阿清姆彭 这球没能够拿下来 实际他这个后卫前压比较大的话 这个球还可以传大一点 传大一点呢 阿清姆彭这个速度才能够发挥出来 嗯 如果这个球呢 传成是这个同等跟后卫同等机会的话呢 那后卫队员身高马大 这要退路场 嗯 阿清姆彭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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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浩伦 给到中路 莫德斯特再做强 比克尔 曹阳 比赛已经踢了78分钟了 场上比分目前还是一比 比赛整体的节奏 从一开场到现在都不快 变落 米浩伦直接选择了船中 这下危险 莫德斯特打门 球阵了 比赛的第78分钟 莫德斯特帮助全队反超比分 莫德斯特这个球 利用了自己强壮的身体 移开了开达队的后卫 当然这个球的第一个 事发原因是 邱天一 这下球没拦到 让球从他的身旁露了过去 紧接着莫德斯特 用自己强壮的身躯 扛开了巴斯延斯 选择了低脚步的打门 将球打进 大家看看莫德斯特这个停球 这个球一停完之后 用不着再调整 正好可以起脚 而且这个踢射门的时候 很舒服 这就是一个球员啊 在这个技术上的 这个能力的体现 停完球 接着我可以射门 而且啊 射门的时候 你可以很穷我 这是莫德斯特 在本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 也是各项赛事 本赛季为全舰队打进的第七个进球 今天全舰队的两个进球 还是莫帕组合 这个两个外援的这个个人能力 现在留给泰达队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78分 刚才 其实全舰队还是通过边路的一次进攻 本赛季 全舰队在运动战里面通过边路 已经是打进了九个进球 实际 现在啊 泰达队在这个中场的摆布啊 曹阳是打这么一个中前卫 边上呢是米克尔和这个高加热 是三个后腰 我的四股位下应该是 四股位打了一下 看看 听慢点头 曹阳确实有一个仰手臂的动作啊 对 打眼睛上 莫德斯的这种强力的中锋啊 的确在球队的风险上面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刚才这个球 再来看一下 是秋天一第一下 没把球停到 才露过来 给了莫德斯特机会 而巴斯迪安斯这个球从身体上面没有扛住莫德斯特 这个进球啊 就是 莫德斯特一个人细耍了两中 而且 从类比的角度来说 莫德斯特和巴斯迪安斯是得甲前锋 对抗得以后卫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级别的对话 所以镜头也在对准秋天一 刚才这个球的督球啊 确实和他有着很大的关系 全界啊 他有莫德斯特这么一个高中锋 又能拿球又投球 而且脚底的功夫也不错 所以他才能够打出啊 有效率的这种边中结合 场边 泰达队在做最后一次换身调整 要换上U23的球员 杨万顺 换下李源一 那么泰达这个三个换人名额呢 已经用完了 这个杨万顺啊 在这个揭幕战的时候 对这个 河北华夏幸福的时候啊 有过出场 这小伙子啊 这个速度不错 而且这个身体比较强壮 莫德斯特这下 鼻子被打出血了 现在也是血染沙场 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是 米克尔 如果这场比赛 塔达队输掉的话 将会遭遇联赛的两连败 而且开局三场比赛 只拿一分 这个开局确实就比较惨大了 当然现在比赛时间还有一点 米克尔再给刀边路 小慧 看看传宗球的质量如何 张承这球跟得很紧 塔达队要到一个角球 莫德斯特应该是已经投入到了比赛当中 脚球呢 对于塔达队呢 也是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曹阳啊 跟那个谁啊 帕斯蒂安斯呢 他们这个身高 秋天一的身高都不错 都接近1.9的身高 看看塔达队的这个脚球情况了 马蒂江的脚球开起来 中路 投球正到第一点 但这个球顶高了 来自于球联益 齐荣亮 这能够临场啊 指挥这么重要的比赛 对齐荣亮来说呢 也是一个提高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今天莫德斯特虽然在前场 有过几次越位 但是一旦他处在最危险的位置 对 这种对门前的杀伤力 大家已经是一览无遇了 对 每一场比赛啊 全舰队的比赛 越位最多的就是莫德斯特 对 但是一旦不越位 就形成探导 下半场比赛 阿清姆鹏的这种反击作用 体现的也不明显 对 所以特达队进攻确实不好 看这次机会 阿清姆鹏大棒 又是阿清姆鹏 这真是全舰特星 比赛的第84分钟 阿清姆鹏在北竿弹前 太达死终球面面前 打进半评比分的进球 2比2 这场金门得比 双方又是上演了进球大战 阿清姆鹏啊 这两个进球啊 也确立了他以后 在这个泰达这个 进攻封线上的位置 这可能是下半场比赛 泰达队唯一的一次摄政 又被阿清姆鹏给抓住了 曼金头再来看一下 全舰队后场自己出球的不到位 还是米克尔的故宫 阿清姆鹏的串联 科隆组合 阿清姆鹏 这小球打得球速太快了 所以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 我跟这个赢出就分析 我说今天呢 对于这个全舰队啊 这四个本土球员的这个防线啊 是一个严峻的讨厌 因为这个 这下又来机会了 这边刚刚回放完 泰达队的进球慢镜头 带着比塞的莫德斯特 就差点帮助全舰队 迅速的再超出比分 这次杜佳胸口碎打实 把球打了出来 如果说上一场比赛 杜佳是出现了低级失误 葬送了球队的胜利 这场比赛 杜佳的几次扑就 还是非常精彩 而且莫德斯特 这个直接用脚弓啊 这个电射啊 这个球做得很容易 没错 这个球一旦停 你也就没有起脚的 是 比赛的最后时刻啊 双方是掀起了波澜 全舰队的脚球开起来 泰达队的反击 实际今天啊 泰达队呢 就是阿奇姆鹏这两脚机会 这两脚机会呢 他就抓住了 对 这个成功率呢 是百分之百 这边又有反击 看看阿奇姆鹏的位置 这边队友上来 给 小慧 擦的速度也可以 对 阿奇姆鹏把人都吸引过去了 慧加康 中路 米克尔 转成阵地站了 米克尔 外围选择了一脚远射 这脚球打高了 这就是帮助后卫解围了 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了 在这样平淡无奇的场面当中 总感觉是孕育着杀机 对 结果双方现在是各进一球 比分是2比2 这也是这个平地起精雷 是 而刚才米克尔的传球 是打穿了全舰队 左边后卫和左中卫内肩的防线 刘一鸣 刘一鸣手上刚才应该又有一个附加动作 有点火药味了 这其实才是得比的味道 下面场的比赛才是真正这个 圈键跟太达的比赛 这是随王毅上去了 双方的球员官员都有些火气 当然了 得比嘛 有点火药味很正常 但是还是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大家还是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球上 择比对手 大家是对手 也是兄弟 穿头吵架 穿尾回 跟这个夫妻一样 刘一鸣手上有一个 小小的拉人动作 问题也不大 刘一鸣今天他确实对阿提姆旁是缺少办法 刘一鸣也吃了一张黄牌 王杰也有黄牌吧 对 两个宗位 所以两个宗位都有黄牌 阿提姆旁一个人就造成了两个宗位 在这个比赛双手当中的动作失控 87分 是 他打队刚过中场的一个订阅球 马提姆快速地开出来给米克尔 米克尔直接要往里传了 看看二点球 休成一 全面队有反击 好的 米克尔上前 慢了 维采尔把球再给到边路 王宏破 王宏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 给身后 巴斯迪安斯 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完成了结尾 这个王宏破这个球啊 可以说是不到位 这个球要是到位 因为这个几乎啊 莫里斯跟巴斯迪安斯呢 是这个 站平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一旦这球要真正传过去 这个全舰队就有机会 比赛现在踢了88分钟左右 全舰队只换了一个人 还有两个U23了 索萨 得什么时候换呢 双方在罚球区里面是人仰马翻 看来索萨又把这两个U23啊 都留在股时阶段一块上了 不会起到什么太大的战术作用 只是应付足协的这个规则 今天阿奇姆鹏啊 把效率二次 可以说是演绎到了极致 射门次数就这么两次 他都把握住 当然上半场又多一次远射啊 阿奇姆鹏在场上的作用啊 也锁定了他以后比赛这个主力位置 因为他是有特点的队友 全场比赛马上就要进入到商庭古时了 可以说全舰队的这个防线呢 对于阿奇姆鹏呢 应该说也是研究过 但是呢应该说是研究不到位 另外就是阿奇姆鹏在突破他们 阿奇姆鹏啊表现了足够的信心 另外阿奇姆鹏在这个射门的 在这个脚法的运用上 他也充满了自信 阿奇姆鹏停下来 都给后面的队友 看看一侧的位置 小慧 张成让给张鹏出现失误了 同盘 大盘 阿奇姆鹏抱着细法 连中三远 比赛的最后时刻 这难道是一个绝杀吗 天津太达队下半场比赛 在1比2落后的局位之下 凭借阿奇姆鹏的帽子计法 翻超比分 3比2 这场金门得比 好看 所以张成呢 对这个球要负有这个主要责任的 这是张成和门将张鹏 二张交代不到位 给了阿奇姆鹏简陋打通门的机会 张鹏以为张成会把球清理走 张成以为张鹏会要 结果两个人谁也没把球拿下来 反而是被小慧在背后捅了一脚 神助攻给阿奇姆鹏 阿奇姆鹏这个球是吃饼专家 将球打进 3比2 太达队再次反超比分 这就是阿奇姆鹏凭一击之列 连终三连 旁边全舰队这个时候 要连续的把两个123换上场 包括17号斯班级 29号刘毅 而刘毅是这个赛地 先进加盟到全舰队的球员 这场比赛真是一波三折 跌宕喜福 当然不能说阿奇姆鹏是绝杀 只能说是准绝杀 因为时间还有 全舰队也还有机会来颁平比分 足球比赛不到中场哨音吹响的一刻 永远不知道结局到底是什么 这场金门夺比 要比上赛季的那两场比赛 更有味道 精彩得多 赵旭日 曹阳防打 两个人合力断了下来 米克尔 早一点出球了 这赛康还有使不完的劲 这个米克尔也是这个世界杯的选手 你是利亚国家队的队长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风补试阶段 全舰队还有一点时间 曹阳 现在双方都有点跑不动 背后赵旭日犯规 这场比赛是赵旭日中超的第289次出场 追凭了江宁 成为了目前中超出场四处并列第九多的球员 刚才在背后踢倒了曹阳 今天阿奇姆鹏一个人只手遮天 帮助泰达队转威为安 这还是回返刚才那个球的慢镜头 张诚和张鹿两个人的这次低级失误 给了阿奇姆鹏偷袭得手的机会 这个刘一鸣是看着这个球 看着阿奇姆鹏踢进了空门 所以你看张诚被换在场之后 也是掩面而泣 这个球确实对他来说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希望张诚能够从这个球的失误当中 尽快走出来 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里面表现的已经非常出色了 是中超赛场上的励志哥 出现失误很正常 在足球比赛里面任何的球员都逃不离 出现这种低级的失误 现在可以看米克尔跟阿奇姆鹏 这个组合的话是很成功的 阿奇姆鹏他也会要球 米克尔也能够准确地把这个球传给他 我们还是希望张诚能够尽快地 从这个球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因为接下来的比赛 全球队还有很重要的比赛任务 接下来的一轮在间歇机过后 全球队将会在3月30号 主场对阵广州红大逃宝 而接下来全球队还有压惯的比赛 张诚还是球队不可撼动的主力右后卫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尽快地走出 这个球的丢球阴影 继续坚强地站在场上 为全球队镇守球队的诱务大闸 全球队的定位球开起来 太达队争到了第一点 要一个角球 这有可能是今天全球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 角球开起来 后点 球出了底线 还是角球 张磊已经在看表了 这是真正意义上全舰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明浩伦来处理这个角球 就是左脚内拳 给前点这个球高度不够 被顶出来 这个时候主裁判张磊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总统在中超联赛的第三次天津投比当中 天津泰达队在经历了领先到被扳平被反超 再扳平 再反反超的过程当中 3比2 主场战胜了天津拳剑 迎来了对同城兄弟的两连杀 上赛季的第一回合 当时拳剑在主场获胜 而第二回合泰达在水滴战胜了拳剑 今天泰达队再一次战胜拳剑 中超的天津得比 每一场比赛都有它不同的味道和剧本 而接下来的第二回合的金门得比 将会移失到海河教育园体育场 我们一起期待着 这个赛季的第二次天津得比 能够摩擦出更为璀璨绚丽的火花 祝福天津的两支球队 接下来的比赛都有好的成绩 都有好的运气 好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看 也感谢高指送上的精彩点评 咱们下次的转播 再会 再会